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人在车祸中身亡 安省SIU特别调查组在周四发布的最新报告中披露了更多细节 据CTV报道 在Whitby附近的这场车祸导致一名三个月大的男婴和一名60岁的男子 一名55岁女子丧生 根据周四下午SIU特别调查组公布的进一步细节 其中两名遇难的受害者被确认为是男婴的祖父母 从印度来探亲 而当时在同一辆Nissan Santa轿车上还有这名婴儿的父母 33岁的父亲和27岁的母亲 事故发生后 他们被送往医院 母亲伤势严重 通报中未提及父亲的受伤情况 根据警方调查 这场维持20分钟的警匪追逐最终导致了惨烈碰撞 总共4人死亡 事故涉及至少6辆车 包括一辆白色的箱形货车 驾驶该货车的21岁男子当场身亡 旁边一位38岁的男性乘客被送往医院受重伤 根据当晚紧急服务之间的无线电通话记录显示 当时有人试图在杜兰区的一家LCBO商店内盗窃 随后警方展开了为时20分钟的追捕 安省SIU调查组已指定两名涉案警员和四名证人警官进行调查 据称七名调查人员 一名法医调查员和一名碰撞重建专家会继续调查此案 安省SIU调查局是一个独立机构负责调查警方涉及死亡重伤或性侵指控的事件 如有任何与此调查相关的信息 包括视频或照片 请联系警方1800-787-8529 实在是太魔幻了 多伦多终于颠成了意想不到的样子 本周早些时候联合火车站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网上疯传的一段视频显示 在拥挤的站台上一大群乘客正在横穿铁轨 视频中还可以看到一名安保人员试图阻止这些人并大喊不要横穿铁轨 看到这一幕 一些网友哭笑不得 纷纷吐槽 现在多伦多当趟比印度更像印度 还以为是在拍摄印度电影中的场景 穿越轨道是违法的 这些客人需要回家 他们的加拿大假期应该要结束了 加拿大是时候发生了 这已经不是我长大的加拿大了 基本价值观 信仰和尊重荡然无存 无法无天 太丢人了 我们需要大规模驱逐 而不是大规模移民 与此同时 又一些网友认为 针对印度人的评论充斥着种族歧视的意味 并对车站的设计提出了批评 尽管我不同意他们的做法 但这只是进一步证明 联合车站的设计不合理 在轨道层重新配置和月台拓宽方面 远远落后 空间不够 楼梯间也不够 同意 这些人确实违法了 但联合车站的设计 可能导致了这一情况的发生 完全正确 上次我乘坐火车前往联合车站时 有两个站台出口被关闭 因此人们涌入了狭窄的站台 寻找开放的出口 感觉非常的幽闭和危险 事后负责GoTransit机构 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 他们正在调查这起事件 该机构警告说 非法穿越铁轨可能导致严重或致命的伤害 无论如何乘客都不得跨越火车轨道 加拿大的牛奶金是专门给有孩家庭的福利 当然对家庭收入也有要求 收入越低则补贴越高 最近有网友晒拿到政府牛奶金补贴8000多加币的支票 不料这个帖子引发了网友热议 小红书网友Wincent大魔王加拿大生活发帖说 今天收到加拿大牛奶金补贴 给了8000多加币 之前加拿大政府一直核算两个儿子的牛奶金 核算了大半年多 办事效率太慢 今天终于收到了 正好给大儿子交学费 蒙特利尔的牛奶金比其他手分要多不少 为了避免误解 这位网友补充说 大家以为我家没收入 所以能拿这么高 澄清一下 1.家里有两个儿子 岁数很小 2.家庭年收入六七万加币 正常报税 3.家里只有一人工作 另一人在读书进秋 4.我们在魁省 魁省的牛奶金每年比其他省要高 5.魁省的私立学校 每年学费在4000至7000加币 6.我没有拿满牛奶金 如果要拿满 需要家庭收入在3万以下 拿满一年是13000加币 再多一个孩子就再增加不少 因此奴隶工作挣钱就好 牛奶金只是暂时解决 新移民找工作 学法语和陪读家长的临时过渡而已 如果你觉得这福利好 欢迎来蒙特利尔 不料这个帖子却引发争议 一位网友评论说 每年交了7万税的打工仔 家里的孩子只能上着公校 却还要养着上着私校 领着牛奶金的土豪 加拿大的个税和福利就是一个笑话 作者针对孩子上私校的问题解释 如果你来魁省 你就会感受到魁省的法语私校有多便宜了 连小土豆的母校才一年7000多加币的学费 很多华人都蜂拥地往里考 作者解释 首先说明8000多是补了一年的 在魁省要家庭收入低于3万的话 两个孩子拿满是一年预计13000 还要根据孩子的具体年龄 刚才有人评论 嫌我家拿着牛奶金还读私校 让孩子 孩子读私校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和牛奶金拿多少无关 不用眼红 我身边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都在读法语私校 我们魁省这里的学费便宜 一年4000到8000加币 用牛奶金足够支撑一到两个孩子的学费了 如果你羡慕 你也可以搬来魁省居住 一位网友评论说 我是很支持牛奶金的 孩子未来给国家的贡献和收益 远远超越这点补助 养孩子很辛苦 没孩子的人看到这点福利不必眼红 一位网友评论说 难道我去年交了快50%的税 就是这样的吗 一位网友评论说 中产家庭孩子的牛奶金完全都不够日常的开销 一位网友评论说 真的 每每看到自己辛苦一年交几万道的税 然后还一点福利拿不到 就真的很不平衡 还有网友评论说 看人家拿高额牛奶金不平衡的 你可以去使劲生啊 养孩子那么贵 人家这是靠本事领到的钱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件事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一份新报告 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的住宅房产 共同所有权安排方面 BC省父母领先于加拿大的所有省份和地区 报告发现 BC省1989年以后出生的居民和父母 有共同所有权安排拥有房产达到20.3% 而加拿大全国这一比例仅为17.3% 此外和加拿大本地出生的父母相比 移民父母更频繁地和成年子女共同拥有房产 在温哥华共同拥有房产的父母 76.9%是移民 总体而言 移民倾向于定居的城市中心的 共同所有权利有所上升 例如 温哥华这一比例为23.4% 维多利亚为23.7% 凯罗纳为21.2% 总体而言 共同购买的房产价值 随着父母的住房财富的增加而上涨 城市地区最为明显 尤其是温哥华和多伦多 而且大多数地区成年子女的财产价值 和其收入成正相关 对这些安排的统计还发现 很大一部分成年子女的收入较低 但却拥有高价值的房产 尤其是在温哥华和多伦多 在温哥华14.6%的此类安排的评估 房屋价是成年子女总收入的30倍以上 该分析 未计算 未报告任何收入或负收入的成年业主 在温哥华这些高比例的房产中 65.4%的房产 由至少一名第一代移民成年子女拥有 而这些房产占成年子女 所有房产的37.3% 对于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 该研究指 加拿大统计局之前的研究表明 和其他投资相比 移民更有可能将更大比例的财富 或支出用于购房 而且分析中安排的 没有反映其他形式的流动资产 例如可以用来支持购买住宅 房地产的现金储蓄和可支配资产 因此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 移民家庭的可支配资产水平较高 包括在国外持有的储蓄 CIBCD向研究显示 2015年至2021年间 收到家人经济礼物的首次购房者比例 从20%上升至28% SFU大学城市项目主任 城市规划师安迪言称 该研究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他表示 需要有财富才能拥有一个房屋 对于几十年前 以当地收入买房的非移民父母来说 通过共同购买房产 把钱传给孩子 可以让成年子女自己购房 但对于那些无法获得财富的人来说 就很难进入房市 他指主要是加拿大基于 财富的移民政策导致出现这种现象 周四早上可能发现低路平原的汽油价格下跌了 一些加油站的普通加油站标价为每升2.08元 但专家预期 未来几天还会再低一点 City News报道 Enpro International首席石油分析师麦克奈特解释说 自周六以来 批发价格确实一直在下降 已降约13分 我认为零售商将这种影响 传递给消费者的速度有点慢 麦克奈特表示 预计未来几天内持续降价 短期来看价格甚至可能再下跌四散 原因是原油价格还下跌 所以一切都在步入正轨 因为从冬季混合汽油转向更加昂贵的夏季混合汽油 稍早低路平原的油价上涨了近20散 但麦克奈特认为 这恐怕只是其中一个托词 他表示 一息之间每升上涨18散 我没有看到这种情况在大草原上发生过 所以这有点奇特 当然这也包括进入夏季的驾驶高峰期 和美国炼油厂维修等问题 他补充说 预计5月底可能看到油价低于2元每公升 若长期而言 今年美国11月举行大选 有可能使油价在深秋和初冬期间 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节目的归